植物界的四大恶人,地痞流氓,他们强占地盘,抢夺食物,气凌弱小,拉帮结派,经常在阳台出现,人们却很喜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嗨,欢迎回来首位上演员,我是从最近山里一直在下雨,也就是说山顶在下雪,我从这都能看到山顶的积雪,可惜我们不能去滑雪,接着这个阴郁的天气,我就跟你们聊一下植物中的四大恶人 他们分别被称为小流氓,地下杀手,野心家和大魔头,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作恶,有的只是在地表,你看到就可以制止,但是有的你看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吧 先介绍他们中的四地草莓小流氓给你们 你看我原来本来是把它种到了我的这个种植盒子里,但是我这两天发现不行,我又把它们挖出来,然后单独一个一个给了一个盆种 为什么呢,因为草莓的那个匍匐镜它是繁殖的,它的从下面长出来的这项叶子啊,或什么的 一会给你们看一下,它就会慢慢侵占到别人的地方去,叶子先遮住别人的光 然后下面的那个地方,接触到土地的地方就可以长出它的根来 然后呢,就成为了一株新的草莓,草莓蜘蛛,然后它就等于是又巩固了一块地盘 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像小流氓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它这个,这两株是最不严重的,它已经伸到两边去了 基本上太阳的时候就会把下面的都遮上光,然后慢慢的它会再往外长 长出来之后,它只要这块地方碰到土地,就会开始长根,然后就生出一株新的草莓珠来 其实反过来说,草莓的这个特点也是说明它比较好养活,如果你只买一株,可能很快就可以变成好多株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在我的小院子里种了一个草莓 然后围绕着那棵小桃树,整个那一片都是草莓了,只有一棵最开始,然后就每年夏天都有草莓吃 三地属迷迭香,它是一个地下杀手,之前有很多朋友问说防虫的事情,我可以找一期专门来说 但是我推荐过它们种香草跟植物配在一起,那样是比较可以防虫 但是香草中有的特例就是迷迭香千万要注意不要跟别的种在一起 因为它地下的根很强壮,它可以排挤其他的作物生长 你把它跟别人种在一起,别人就不能好好生长 当你看到别的作物为什么都不好好长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 所以如果你有把迷迭香跟别的作物做在一起,那就尽量要把它单独用一个盆来种 防虫的话,把它放在植物边上就可以防虫,因为它奇迹一碰就很香了 虽然它会让周围的植物都长得不太好 但是它只能排老三,因为它还不够强大 那我们说老二是谁呢?老二你们肯定见的太多了 老二就是薄荷,你给它多大地儿它就能长多少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个野心家 你看这些,我已经捡了很多回了,我只要一入春我就开始捡它 然后有的是做这种水培,有的是直接泡水喝掉 但是你看它不停的在长鲜,这都又冒出鲜芽来了 而且你从它边上走过的时候会很香 就是它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我根本没有给它阳光 它就在这种避阴的地方长,就已经长成这么疯狂 长得像乱草一样,基本上这个地方全部都会被占满 然后你看它的根,真的特别明显 你看它的根,特别茂盛 这才水培了没有多长时间 之前你们不是问说它水培什么是多长时间要换水吗? 你像布荷这种,只要你看到它的根一直是健康的,水从来没有变浊 你就根本不用管它,你就只要加水就行了,不用换水 因为它是一直是健康的 你看到它这个根系这么发达你就会知道 它野心家哦,真的 它把整个这个盆子它先把根都占满 占满了之后,它不是可以往上冒心芽吗? 它就又把这个图表上的地方也都占满 就是你种多大地儿,它就能长多少 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跟别的植物在一起生长 要不然别的植物的根被它铲死,憋死 要不然就是地上部分全部都被遮住了 所以这个牌老二,它是比蜜蝶香要厉害一点 野心家 这三个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么它们的老大是谁呢? 它们的老大真的很可怕 它是一个会吸星大法的大魔王 它的根可以扎得很深,它的干可以长得很高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抽水鸡 因为它可以把它所在地区的水 还有养分全部吸干掉 让周围的植物无法生长 有它在的地方就可以慢慢的变得寸草不生 只有它自己了 你们应该已经猜到它是谁了 它就是大魔王尤加利 它这个名字很好听 其实它就是安树了,烤拉最喜欢了 很多人用它做切花 然后家里也会养上一盆 因为它的味道很好闻 但是你要注意 一定要不要把它跟其他植物养在一起 种在一个盆里 已经知道这四大恶霸 趁着一雨天赶紧检查一下次的阳台和窗台 有没有为了好看把它们和其他植物种在一起了 如果是的话就赶紧调整一下吧